昨天和大家讲了一个电磁路主板 里面有个电源芯片 VIPI-12A 其实像这种芯片它有两种型号 12A和22A 这两种芯片的引脚功能是一样的 只是各自的功率不一样 12A比22A功率稍微小一点 12A最大功率是3W 22A最大功率是20W 今天只是和大家提一下 因为这种芯片用途比较广泛 很容易碰到所有买了好几个 12A是这部厂商应用的原机 3A是电源反规端 4脚是供电脚 5678脚是连在一起的 是内部厂商应用的漏机 今天主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知识 一个小经验 像这种VIPI-12A芯片 我们经常碰到 并且这种芯片它有一个特点 它的外围电路比较稍微输出稳定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个芯片 在它的外围加几个元件 把它搭板焊成一个电路 在我们的小家电 里面的辅助电源损坏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直接接到电路当中使用 大家看我这个图 这个就是我改造的一个图 一二脚连在一起引出一根线 三脚接一个稳定二级管 像电磁炉所有18V的电压 就接一个18V的稳定二级管 然后再和四脚相连 四脚上面再接一个电容 然后再接地 在四脚上面再接一个二级管 快恢复二级管 然后再引出一个线 5678脚 焊到一起再引出一个线 然后按图上面这个方式接好就可以了 比如我这个电风扇 它上面的芯片损坏了 这个芯片一时买不到 我就可以用这个VIP 1R2A 采用刚才这个方式搭棚 然后暂时替代使用 大家如果有兴趣 请点赞加关注 我下期给大家分享